扭声 抢声 又甜又香啊 哇 妈你煮得整个要天津天才 独一无二的民俗体验 力临鹿鹅 我们鹿鹅就是说 要换成的意思 黄金苏丸 感觉好像那个乒乓球一样 匠心注入的惠州首信 更续传统 注重创新 今天的生财有道 带您一起走进广东省惠州市 我现在呢 是在广东省的惠州仲海高新区 每到过年的时候 这里的丽林镇丽林村 都有一项独一无二的 传承了几百年的年宿活动 到底是什么活动 一起去看看 正月初十 对丽林村来说是个大日子 每到这天 村民们都会聚集到祠堂 里面很热闹 想有一种小人墙 这小朋友就全在站着看的是什么 嗯 哦 看的是这个 啊 慢点来 让你出时间 慢点 慢点 他们特别的好 在哪儿 大哥 我说 嘿 嘿 出来 嘿 嘿 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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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这个是叫什么呀 我说 用啥劲儿 拧生 呃 扭生 扭生 我说扭生 就刚才看的时候就忍不住想喊加油了 因为看你们那么用劲儿 是啊 没办法 它不用力 它那个水不会出来的 哦 那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 这个是萝卜贴成的 哦 白萝卜丝 嗯 嗯 你们这是用了个什么布啊 这个是麻布来的 就透水好是吧 是 那是找了你们最有力气的人来扭是吧 不要 不要大一点 前村最年轻的 啊 前村最有力气的 哈哈 哈哈 是 没错 哦 这个是哦 先把它包在这个透水的麻布里面 没错 听说你 嗯 然后就 然后就 边拉直 哦 不要 没错 不要使劲 不要歪 不要歪 我看你刚才是已经挤过一次 然后要再把这个萝卜丝袋 再挤啊 没错 要挤得干透爽脆 干透爽脆 没错 那现在够了吗 现在够了吗 不行了 还要三次 起码要三次 没错 一个扭字形象而诙谐 那么这种极具有观赏性的民俗活动 有什么特别的韵意呢 庆祝我们每年这个天丁之后 到了过年初十的时候 我们就有每家每妇都做这个活动了 那为什么选用这个萝卜丝 用这种方式来做呢 我们小孩子也是快高长大的一个艺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萝卜这里的产量比较好 又脆又爽 所以呢我们都选用这个食材 就突出我们的地方特色 作为日常食材的萝卜 在利林村不仅被赋予了生生不息的独特的寓意 还被演绎成为一种极具表演性的群体活动 仪式感和参与感让牛生成为了利林村传统年味儿中的一道旅游心景 除此之外 牛生活动的精彩传承还体现在味蕾之上的愉悦感受 哇 这全部是手工在切这个萝卜丝啊 你看这个大哥切得那么细啊 这是组传的这个啊 大哥说这手艺是组传的 年年的啊 切的萝卜丝 每年到这个时候啊 像这几个大哥都是负责这边切萝卜丝是吗 他们全部是手工切 你看 切得非常的细啊 都是高手 都是高手 牛生美食的主角依然是萝卜 经过切丝 盐水浸泡 清水浸泡 扭干 晾干 最后进入捞的过程 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伴的意思 但是在历林村 一般人是没有机会伴的 那个德国王中的 多的多的 这些 那些人来伴啊 知道了 这个大叔是村里最德高保重的 然后做牛生经验最丰富的 是吧 那你给我们伴伴看看 到底应该怎么弄 就这样啊 就是牛好的这个萝卜丝 这个煮好的就烤上这个盆 嗯 这些都是拌的 这么多人在偷吃 这么多人在偷吃 这些都是拌料啊 最先就放这个煮熟的这个发生牛 油多了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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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自豪是吧 只有历林一个 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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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的美化 文化美食 这就是咱们的文化自信 这就是咱们的文化自信 对吧 只有咱们这才有哈 到咱们历林村才能看到 对 这个黄豆有什么好处啊 吸水 吸水 炒熟了 人家打粉 打碎的 炒熟打成粉 这样的话 既是 这萝卜丝虽然是扭了很长时间 水分已经没太有了 一半糖 还要再放 加那个油呢 它就会出水 又会出水 它就吸那个水嘛 还要放芝麻 香上加香 哎呀 你们是怎么想到的 放那么多料啊 美食 他以前就是研究 老祖宗以上 老祖宗 有些来都是这样办的 哦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炸好的 炸好的 虾米 煮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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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香肠 这个香肠也是煮熟的 煮熟的 全部都是煮熟的 还有放这些 哦 还放这些 这些呢 现在放这些 各种的香味 各种各种的香味 还五颜六色的 五颜六色 还有姜的 这个香菜 最有香味 哇 就这样 真有创意啊 希望中国每个地方 都来品尝 我们历临这个美食 非常地好吃 村民们的热切推荐 让我们更加感受到 纽生对他们的独特意韵 也就更加期待 牛生的最后呈现 强生哦 强生啊 强生啊 快点来 来来来 看这个阿姨 刚才已经先尝了一下 怎么样 好吃啊 又甜又香了 哇 妈你煮的等着 要天津天才 那口感也不腻 太香了 其实这个口感 有点超出我之前的欲想 因为那个第一次见呢 其实是觉得有那么点 没有想到 因为他们把这么多看起来 毫不相干的食材拌在一起 但你真正吃起来 你会觉得它真的是 甜而不腻 然后呢 那个萝卜丝也是那种爽爽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配上这个虾皮是很脆的哈 所以说特别香 特种好东西混在一起 嗯 吃是强生 强生的本意是让大家一起沾沾好运气 希望家族来年天丁 现在强生成为大家分享快乐 期盼幸福的民俗文化体验活动 吃到现在吗 旺文会了 旺文员 旺文 公为了 旺文 旺文 встреч 旺文 我累了 我累 以后就由你来做了 独特文化内涵 传统技艺 仪式感 观赏性 参与性 还有令人难忘的美味 这些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扭声民俗文化 在传承创新中 也成为历林村可资拓展的宝贵旅游资源 在历林 还有一道流传已久的美食元素 呈乡村旅游热的东风 创造着新的财富 这不是鲁鹅 也不是烧鹅 更不是烤鹅 它叫鹿鹅 历林鹿鹅 扭声种在扭 鹿鹅种在鹿 我们鹿鹅就是说 要翻 什么意思 你是说这个鹿 在你们那个方言里面是翻的意思 翻来翻去的意思 张旭辉正是靠历林鹿鹅打出一片天地 历林鹿鹅的制作历史据说已超过百年 2013年 历林鹿鹅制作技艺入选惠州市第五批 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鹿 要做出地道鹿鹅 鹅身要先均匀涂抹老抽 不用腌制 直接入锅 进到油锅就是最有特色的鹿了 这种鹿鹅会翻着鹿吗 嗯 哦 它也不用这个锅子铲子铲子 直接拿这个鹅的锅子 然后就在油里面煎来煎 煎来放来放去 盐的就会变到金黄色 对 金黄色盐的变得很好看 这时候的炒料就需要把八角 蒜头 豆豉13香和红乳 放入油锅炸出香味 加生抽拌匀 加水煮开 微微开锅时要放入鹅 汤汁只需要到鹅身的一半 焖的过程中不断把汤汁浇在鹅身上 非常非常香的粒粒鹿鹅 多少钱一只 280 最火的年28年 29年 30 这三天 这三天能卖多少 就400个左右吧 客人就来到吃了吃了就打包走了 还有我们都是真空包装寄出去 寄出去米波炉加热几分钟 把那个酱子用锅把它纸热粘在上面去 是一模一样的 传统工艺味道纯正 年底张旭辉一个月就收入三四十万元 而通过真空包装技术 利林鹿鹅变身惠州首信被带到了全国各地 同样成为惠州首信还有传统客家名菜黄金苏丸 在惠州市的惠阳区 黄金苏丸已有200多年制作历史 2015年 黄金苏丸制作工艺 入选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 李伟坚是黄金苏丸制作工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添梅肉 添梅肉 添梅肉通俗的是鲤鲤肉 鲤鲤肉是背上的两条嘛 鲤肉 比较泻 切一片一片这样子 这样子切 切成小块 切成小块呢 我们就用特制的一个铁棒来取打这个肉 铁棒 我给我看一下可以吗 可以 哇 这有年头了吧 对对对 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你看这个木头这一层都磨没了 对 这个都有缺口了 对 这用多久了 这个四十年左右吧 四十年是师傅传下来的 对对 师傅传下来的 我做这个黄金苏丸就做了三四多年了 制作黄金苏丸对记忆要求相当高 1991年李伟坚就跟随师傅许林学习 先用锋利这边来打 把肉圈打烂先 这样子一上一下子这样打 您的意思是说它不光是用一边是吧 是每一面都要用吗 每一面都要用打出来 这个效果它是不同的 它是把这个肉给垂扁了 垂扁了 垂软了 但是并没有把这个肉给它垂断 它制作这个黄金苏丸 它最主要最好就想用我们叫不健康的猪肉 就是零成买回来那个猪肉来垂打是最好的 现在是可以换成这个铁棒的宽的那边了 对 在炖这边 这边嘛 把它打出来就是起那个胶胶脏 就是 比较粘稠的那个感觉 比较粘稠嘛 它是这么一点一点用铁棒垂打出来的 垂打出来的 你看一下这个 就是有点像那种鱼绒 对 像鱼绒 对吧 这个可是真的用大块的鱼肉这么垂打出来的 对 垂打是制作黄金苏丸最关键的环节 等肉片变成肉绒就要合浆了 先加盐 加盐 放点糖 掉那个肉的鲜味 加肥油粒 为什么要加肥油粒呢 加肥油它一个比较香 一个比较这个有甜味口感 还要加一点冰水 我们一般就要加冰水 加冰水第一个就是 熟那个肉 制作出来的丸子比较有弹性 比较有嚼劲 第二个呢就是 肉你取打了半个多小时嘛 一防它发热 一发热它就起不了胶脏嘛 它成不了丸子嘛 所以一定要加冰水 朝一个方向不断的一个搅动 一个搅拌让它更细腻的过程 对 粘性更大 对 给我们大家看看这个肉泥成什么样子了 对 你看一下 你看看 你听说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这个粘稠性 是胶脏是吧 粘稠是特别的好 这完全 完完全全是靠手工来完成的 而肉泥变肉丸 同样得有两下子 为什么要把它泡在花生油里 泡在花生油里 也第一个是丸子一个起到一个定型的作用 第二个呢 它是不会丸子与丸子之间不会粘在一起 黄金石碗呢 它由生炸就 把肉的 盐油的 足处的味道 鲜味 还有营养 锁在里面 你看这一会儿的咕咕捏了多少 而且特别特别的均匀 对 这真的是 大概就是 丸子的直径大概是两厘米左右 哦 我们一斤的大概的标准是25到27个一斤的 对 你就看哈 它这些丸子真的是个头非常的一致 嗯 这样一步步做出来的肉丸有何不同 移入油锅见分晓 哦 嗯 慢火炸了 大概要炸15分钟左右 如果你现在打个电视的话 你能想到吗 纯肉的 纯肉的 纯肉馅 对 感觉 对 好像那个乒乓球一样 你看一下 是啊 是不是比较有弹性 是 炸制过程对油温的控制要求非常高 过高会炸裂 过低没香味 而一旦炸好捞出 最有特色的一幕就要呈现了 真的是神奇哈 刚才在锅里一点点变大 现在倒出来呢又缩的比丸的那个大一点点 你看特别润比较滑 特别特别有弹性 比较嚼劲 外面就比较有嚼劲嘛 嗯 嗯 它外面一支是酥的的感觉 酥的感觉 黄金酥啊 那个酥 对 但一咬里面哈 它虽然没有汤汁 但是你感觉是就 有饱肥有汤汁的感觉 对 比较润比较滑那种感觉 那个油把它滴干以后了 滴干油 滴干油 冷了以后了都可以打真空包张 哦 真空包张也放在冰箱里面 冬两个月就没问题 外省的或者其他香港之类的 我们也可以经过快递公司 寄过去 嗯 这个是很方便的 炸好的黄金酥丸 既可以作为一道菜 也可以与其他食材搭配烹饪 吃法的多样性 让喜欢黄金酥丸的人越来越多 做成真空包装 以手信的形式投入市场 更是广受欢迎 李伟坚的手工作坊 平均每天要生产黄金酥丸30多斤 销售过千元 旺季的时候 更是每天供应市场上百斤 收入4000多元 除了利林路额黄金酥丸 在惠州市的惠城区 最有代表性的手信 当属盐居鸡 惠州伊山傍海是山海城市 盐居鸡的主要原料是土鸡和海盐 正所谓一个来自山间 一个来自大海 山海间的味道 本身就是一个美味卖点 这些是人家提走的 如果说寄快递的话 也是每天都要这样把它包装起来 按照我们的指导方式 微波炉加热 微波炉加热 微波炉加热就可以啊 对 微波炉加热 那这一个多少钱 这一个我们现在卖95块钱一个 95块钱一个 对啊 像现在的话 您这一天要做多少整体包装 这个平时的话就是真空包装也就200个这样子 不够的这一块了过年 四五倍咯这样子咯 这就意味着在年底 林少琼每天当快递这块的收入能在十万元左右 通过自己开餐馆和在旅游景点开专卖店 林少琼探索出了一个景区加社区 现场体验加外卖派送的盐狙鸡经营模式 他做的盐狙鸡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鸡我们家是选用的是 波罗十八的胡苏鸡 肉质比较鲜嫩一点 哦 这样子 而且我们养的时间要需要150天以上 我们一般里的就是放在盐里面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盐已经是加工过的 我们有炒过的了 需要这种八角的味道 这个东西叫什么呀 这个叫沙浆 我们就是把它捣碎 加一些花生油啊 哦 等一下就是可以擦在这个 它的鸡的表皮啊 还有泥外都都擦匀它 沙浆打成泥 加花生油 盐和黄果子汁搅拌均匀 给鸡里里外外涂抹均匀 再把切成片的姜和整颗小葱 一块塞到鸡肚子里 腌制20分钟后 用食品级的纸包好 这个盐还有点温度是吧 是 已经炒热了 炒热了 我这个手还是很胖的 一定要保留这个温度 对 包好的这个鸡放进来 对 就整个把它给全埋在里面 对 对 像这样的话 大约能隔多长时间就能熟 呃 40多分钟吧 哇 就是那个揪香味 拌着那个八九的那个味道 是 看看那个机械是什么样的 哦 射烫了 就练出来了什么你的手 对 哦 还是你自己来吧 我们把它拔开 嗯 诶 这个颜色好看啊 是 就有点像一三黄鸡的那个黄 对 已经出来那个黄了 对 我们几乎看不到盐 但实际上那个咸味它已经进到里面了 对对对 哎呦 这一会儿都那种 很香啊 对啊 透明带汁的哇 对 嗯 嗯 嗯 一看就那种嫩嫩的哈 它就是 鱼得特别好啊 汤汁都在里面 这个肉看着真的是好嫩哈 嗯 嗯 完全就是用盐来举手的哈 是的啊 嗯 嗯 肉特别滑 特别滑啊 特别滑啊 就是滑鸡 嗯 然后肉香又很浓 对吧 嗯 我想吃块皮可以吗 吃块皮 嗯 皮的话还是鸡腿这块皮吧 嗯 嗯 真心哈 尝尝这个皮啊 你看 就有点那种 就像有点透亮的感觉了 对啊 嗯 我们用的 嗯 嗯 就觉得咸味就更重一点 更重一点 嗯 然后是脆的 脆脆的 然后特别爽滑的感觉 对对对 嗯 前店后厂 先吃再带 价格亲民 在惠州的重要景点 以真空包装的手信形式出现 火爆的销售自然成为另外一种风景 请不吝点赞